那第11个Letch我们跟各位介绍了 比较最基本的这些储存的单元 Letch和DefiFAR的部分 那不过我们后面的设计 基本上主要就是以DefiFAR来做设计 DefiFAR来做设计 所以第12单元 我们主要就是来讲 最简单的Sequential Circuit的设计 最简单的Sequential Circuit 就是纯粹用这些DefiFAR都起来的 那我们先讲Register 然后我们会来讲Content 那后面的第13到15 就会进入到比较复杂的Sequential Circuit 我们会介绍所谓的Financial Machine 那这个部分是整个罗设里面 最复杂的一个部分 那这边我们会先来讲最简单的Sequential Circuit 就讲单纯是Register Register就是一堆多个Bit 多个DefiFAR把它勾起来 这个叫做Register 然后你可以让两坨的这个DefiFAR之间 你可以资料可以做互传 所以这个做Register Transfer 那最简单就是用在所谓的Shift Register上面 那这个实际的应用会有一个就是拿来做Counter 技术器 技术器 就是你可以数从这个0223567这样子数上去 或者是倒数 76543...1这样子倒数回来 那这个在设计上面也蛮常用的 那我们就会来讲最简单的这种Bunny的Counter 然后这样子一个Counter设计 我们就会稍微顺道带各位来看 怎么样子推它对应的 组合逻辑的设计 也就是它的FreeFar的输入的部分 的逻辑要怎么做设计 那这边我们会先上最简单的DFreeFar 然后我们也会顺道带到所谓的SR和JK SR和JK的设计 这两个稍微比较啰嗦一点 DFreeFar是最简单的 那不过不同的其实都有一些蛮共通的部分 那如果记得没错 我们考试的时候应该会给各位这个Equation 会给各位这个公词可以参考一下 好 所以第四章我们就先讲 最简单的这个部分 那首先我们先介绍一个名词叫做Register Register 那Register如果中文翻起来这个叫做 暂存器 中文好像是翻成这样 暂存器 那所谓的暂存器就是一组的这个DFreeFar 然后它吃的Clack是一样的 吃的Clack是一样的 好那最简单的比如说你是四个bit的DFreeFar 四个bit的DFreeFar 那四个bit的DFreeFar 你画起来如果画比较简单的话 就是这里画四这里画四 这就是代表四个bit 好再生四bit 那这个跟我们课本用的图是长这样的 课本用的图就是 这边多了那些什么Clack Enable的控制 还有这个Clear的Reset这个部分 如果我们不管这两个的话 那其实画起来就长成这样 那这个东西 如果我们把它摊开来看 摊开来看 其实就是四颗DFreeFar 其实就是四颗DFreeFar 然后这四颗DFreeFar的Clack呢 都是接在一起的 都是共用同一个 都是Clack 都是共用同一个 然后它的D D的部分是分开来的 所以这边可能是D0,D1,D2,D3 然后输出是 也是分开来的 这边是Q0,Q1,Q2,Q3 所以这个就最简单了 就是把DFreeFar 看你有几个bit 这边就放几个 那只是Clack接在一起而已 那其他都是独立的 好 那我们讲义上的 那我们讲义上的这个画法 他就是把刚刚的这些 额外的几根pin角 Clear和Cloud Enable的这个部分 也把它加上去 把它加上去 好 那各位刚看了我们这个画 比较简单的这个部分之后 那这边额外加的这个部分 你就直接把它加起来就可以了 那这个Clear的这个部分 这个等于是那个Reset 那这个Reset的讯号 一样是全部都接在一起 跟Clack讯号一样全部都接在一起 好 然后ClackEnable的这个部分 ClackEnable的这个部分 这个就是 一样我们是Clack跟你的这个Load 做一个EndGate 这个跟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ClackEnable做法是一样 那只是现在的Enable讯号是这个Load 这样子而已 好 那你的输入就是从D这边挥进去 然后就得到Q这边的这个 就穿过去 这样 那这里的这个做法 这边用的是 呃用 EndGate来做GateClack 那你也可以说这边用到这个ClackEnable 那如果用ClackEnable的话 就直接把Load讯号把它接过来就可以 所以前后两个就只插在这个地方 好 那这是最简单的 呃4bit的这个Register 那我们要把 你只有这个Register当然不能作用什么 好 那我们通常要做的事情是要做这个 就是 把这个资料在两个Register之间做传递 好做传递 好 那做传递其实在做的事情是什么 如果我们把它写成一个类似像那个Ccode一样的形式 其实就是这样 就是说 当你的Enable讯号为1的时候 我就把A的值给Q 那不然 就是让B的值 传到Q 也就是 呃 这边我们是做一个2对1的这个 呃 Multipation 好 那这个部分 如果 我们不做这个Register的话 那这个写起来其实 画起来就是一个2对1的Multipation 这边是你的A 这边是你的B 好 所以会议这是Q 好 这是2对1的Multipation 那现在如果我们要加上这个Register 加上Register 也就是 你的A B这边我们都加上这个Register 加上这个DV Q这边我们也是加上DV 那这边就接到Q 这边接到这个Q 然后 反正Clack都接在一起了 Clack都接在一起 我们就不特别晃 好 好 那那我们的Enable 好 Enable为1的时候选A 好 然后Enable为0的时候选B 选B 好 那那这样子的话 这边就 呃 上面这个是A 好 上面这个是A 下面这个是B 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A的值传到 传过去给Q 传过去给Q 或是让这个B的值传过去给Q 好 就是这样可以做这个资料的这个 呃 交换的这个 部份 好 那那这边我们是 是用这个比较简单的这个Multipacer 来做 那如果你 用我们前面介绍的Multipacer 有好几种做法 另外一种做法是用什么 用这个 Tri-State Buffer 好 我们这边就用Tri-State Buffer来做 可以变成这样 Tri-State Buffer 呃 这样做的行为 是一模一样的 那我想 呃 可能在 真正的实现的时候 你的Multipacer 有好几种不同的实现方式 好 你可以用Tri-State Buffer 也可以用我们刚刚讲的Multipacer 做法 这两种做法都 都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实现 呃 你要的这个 这个功能 好 那 那另外一个是 呃 我们直接把这个 Tri-State的这个功能 直接跟这个Register 把它合并起来 好 把它合并起来 比如说我们这边做一个8-bit的 Register 然后它的输出呢 输出的这个Q的这个部分 它是一个Tri-State的 Output 那Tri-State Output的话 这边真的在实现的时候 等于就是你的这边 Q的这个输出 我们接上一个Tri-State的Buffer 接上一个Tri-StateBuff的这个控制 Tri-StateBuff的控制 就是在这个地方 好 这样 那那这样子的一个 呃 有Tri-State的输出的这个Register的时候 那 用在这种DataTensor就很方便 很方便 那比如说我们这边在做的时候 你看这边有点复杂 那其实 其实就是 你会有 A B C D 这几个 然后G H 好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几个 A B C D这几个 Register之间呢 可以做这个资料的 传递 比如说我的A要传到H 或是A要传到B 或是A要传到C A要传到D 好 那要传的时候怎么传 好 这么传 那 那其实你中间的这个部分 这个是什么 这一堆 这一堆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 Multi-Placer 其实就是Multi-Placer 这是一个Multi-Placer 那只是这边的Multi-Placer 我们现在用一个Tri-State的Buffer 把它给接起来 那这边 我们的Tri-State的Buffer 就整在我们前页的那个 这个 这个图里面 那如果你把这个画出来的话 其实 这边就是Tri-StateBuffer 用Tri-StateBuffer来实现Multi-Placer 好 所以这个是 这样子的一个电路 所以这个是做 资料 在两个正确之间 两个暂存器之间做 传递 两个正确之间做传递 那接下来我们稍微给各位看一下 那在一个 比较实际的一个应用上面 我们最常做的事情 会是做这个 累加器 累加器 那累加器的这个东西 我们用这个VeloCode写起来 其实就会长成这样 如果各位先不看上面这个 看下面这个其实这个 就是很像各位的Code里面写的 这种S等于S加Y 所以就是累加 每次加上你的 加上一个新的这个值Y 然后跟你旧的值S加起来之后 然后再写到S里面去 写到S里面去 好 那累加器在我们的电路上面 你要怎么实现出来 你要实现出来 那这样子这个做起来 基本上你会有一个 S跟Y 两个要相加 两个相加 这第一个是要相加的这个部分 然后加完之后的结果 我们要怎么样 再把它给拉回来 拉回来 好 最直接是这样想 但是如果你这样子做的话 这个就死掉了 就死掉了 你们知道为什么这个会死掉 这是加法器 这个是加法器 这样为什么会死掉 这为什么是这样 这有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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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知道 这会什么问题 会一直跑吗 你给它直到一直跑啊 会一直跑 对 但会变成什么样子 会变成一个震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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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它不是一个稳定的 不会有一个稳定的 会有一个稳定的 因为 因为这个东西 如果我们 做的比较简单一点 其实它就是 如果你这个不是加法器 只有一个inverter的话 其实你就是把输入跟输出 接在一起 那这个其实就是 就变成震荡器 它实际上并不稳定 并稳定 所以 所以你的这个组合逻辑的输入和输出 你不能直接这样接 这样接 它会 它会不稳定 这样feedback是不稳定 那你要怎么样子 让它可以稳定下来 就是 你这边输出的这个结果 我们要 让它经过一个diffify 所以 经过一个diffify 经过一个diffify 把它存起来 把加完的结果把它存起来 所以在下一个时间点的时候 它是从diffify这边抓直 抓直过去 所以这个画起来的话就是 我们这边的这个图的这个部分 也就是 你加完之后的这个结果 我们会存在一个register 存在一个diffify里面 存在一个diffify里面 那存在diffify里面的话 你的值 事实上就 这边就被挡下来 在这个地方存在这里 那就可以很稳定的存在这里 然后下次 你有新的值进来的时候 我再从这边 以累加过后的值 再跟你新的输入 再做给累加 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 accumulator 是这样子在 在做的 好 好 那 那你也可以 你的这个 加法器 是有这种 呃 条件式的这个相价 条件相价 好 那这个做起来 其实就是 呃 这一个部分 这一个部分 各位先不看上面这个 看下面这个 这个其实就是 各位的ccode里面最常看到的一个部分 应该可以看得懂 好 那这个在做什么呢 就是 呃当你是load和add的时候呢 那 我就会执行下面的这个部分 那这执行下面这个部分 我们在做什么呢 就是 你的相加的这个值 你的s的这个值呢 呃 他会是如果你是load为1的时候 他会load这个新的这个 y的这个值 那如果load为0的时候 那他就会做s加y 做这个0加的这个 部分 做累加部分 好 所以呃这个部分 呃 你弄起来 其实他就会是一个multiphasor 那这个multiphasor 这边就是你的load load为1的时候 你是选y 那load为0的时候 他是做s加y 那s加y这边就是做一个累加器 累加器 那累加器这个s的这个 结果到这边来 那这边做s加y 那这边就是我们的accumulator 在这边 这样 所以这个简单化起来 其实就是涨成像这样 好 那比较完整的这个 呃 做起来就是 我们这边 看到的这个部分 这边就 这一个部分 这个4A的跟register 这个就是我们这边看到的 accumulator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现在只是多了这个multiphasor 这边多了一个multiphasor 这边多了一个multiphasor 那另外这个load和add的这个部分 是拿来做这个 cac enable的这个控制 还有 这边在输出的结果 我们会再做一个multiphasor的控制 这边有一个if else 这样子不太准 所以这个是multiphasor的 这样子不太准 所以这个是multiphasor的 一些还没有用的一些电路 那 接下来介绍的这个电路呢 叫做 所谓的 shift register 好 shift register 那shift register呢 他这个做起来其实就是 呃 长成这样 如果你不看 呃 上面这个的话 这个 这个其实就是他的这个 function 那这个 function 基本上你学过这个ccode 一看就懂 那他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 呃 把你的资料 资料 把它做往左或往右移 好 所以比如说你现在有一笔资料 是这个0100 那如果你是往右移的话 那接下来 你这个资料就会 往右移一个 他 这边就会变成0100 然后 这个 最高位元的这个 就会被丢掉 然后这边会进来一笔 新的这个资料 如果进来新的一笔资料 叫做1 就会变这样 好 那如果你再继续往下的话 那这个1 就会继续往下移到 这边来 就会变成10 好 这个1就会移过来 好 那假设新进来的是0 好 所以这个是往右移 往右移 那你也可以是往左移 往左移的这个状况 所以 那这个 在我们的 电路里面呢 这个也是一个相当常见的一个 应用 相当常见应用 好 那像这种 往左移 往右移的这样子的一个 功能 往左移和往右移的功能 那我们在呃 电路上面 我们是怎么样子去把它给实现起来 就是把它实现起来 那各位稍微看一下 稍微看一下 那你从他的这个功能来看 从他功能来看 那基本上 你这边 比如说我们这里这个值0100 0100 那基本上你可以 想想象的到 就是说 每一个值 每一个这个01的这个值呢 其实我们就是用 就是用一个 Diffify去存 就是用一个Diffify去存 好 因为你用Diffify 你才有办法把值给 存起来 就会有一个Diffify 所以如果你是四个bit的话 那基本上你应该就会有四个Diffify 那这些Diffify的clock呢 基本上 呃 应该都是接在一起的 我们都是同一个clock 好 那 所以呃 这个是第一个 我们可以观察到 那接下来 那我们这四个Diffify之间 它是怎么样子连接起来 好 怎么样连接起来 那从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呃 应用来看好 那比如说你就是往 右移好 往右移 那往右移的话 等于就是 你每一个的这个值 它就会接往下一个过去 接往下一个过去 那也就是你每一个Diffify的 输出 它的输出Q的部分 它就怎么样 直接接到下一个Diffify的D 是不是这样 好 你中间其实也不需要做什么事情 因为我们只是单纯的把值 把它给 搬过去而已 搬过去 好 所以这个Shift and Register 这个做起来 其实就是长成像 这个样子 就是 很简单的 把你的这个Diffify 把它给做什么 做串接 把它串起来 把它串起来就可以 好 一集的这个 每一集的这个Diffify的输出 就接到下一集的这个 输入去 下一集的输入去 好 所以这个就是 Shift and Register Shift and Register 那 好 有没有问题 这是最简单最简单的一个 Diffify的一个电路 好 你可以看到我们其实 只是单纯把Diffify把它串起来 好 我们也没有加上额外的逻辑 完全没有加上额外逻辑 好 所以这个就是 让它往右 让它往右去做一个传递 传递传递 那如果我们是要做四个bit的话 那我们这边就是放四个Diffify 就放四个Diffify 好 好 那如果说我们 这个Shift呢 我们还可以再多一点点 多一点点的这个功能 多一点功能 好 那如果我们画成这样子的话 你的电路如果做成这样子的话 那它的这个资料 会怎么传呢 好 会怎么传 那就会像我们下面这边 看到的 看到的一样 好 我们这边其实这个 这个就是显现 呃这是一个四bit的 四bit的值 那我一开始的值呢 就是 这边进来的值呢 是1011 好 那它会从 呃第一个E这边 开始进去 第一个E开始进去 好 所以 所以一开始这个E就进来到这边 然后到下一个Clark Cycle的时候 那值就会继续往下一 就往下一 那在下一个Clark Cycle 让你这边新的值就会继续往下一 嗯 所以到 到第四个Clark Cycle的时候 你 你这边一开始的输入 嗯 1011的部分 就全部都进入到 你的这个跌回法里面来 这样 1011 1011 那那在下一个Clark Cycle 它就整个就 嗯 最高位元的这个就 吐出去了 吐出去了 所以 所以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是四个Bit的话 那它要到最后的输入 最终的这个输入的时候 它就经过三个这个 这个Clark Cycle 那这样子的话是 呃每个Clark Cycle 它就会往 往右边移过去 每个Clark Cycle 就会往右边移过去 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那 那如果你在呃 这是另外一个动画的这个图 另外一个动画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1 这个1 在 每个Clark Cycle 的时候 它就会 从这边 开始往下移 再往下移 再往下移 那其他0 就会跟着 跟着一起跑 跟着一起跑 好 那那这样子的一个 呃 运作 这样一个运作 当然是最 最简单的一个 呃运作 它就是 随着你的每个Clark Cycle 它就 就会一直往下移 那如果说我们稍微要控制一下 好 控制一下说 呃 我不希望它是每个Clark Cycle 都 都有 都这个 呃 往右移 那我还要再加上一个Shift的一个控制讯号 就变成这样 就说 只有在我这个Shift的控制讯号为1的时候 它才会往右移 才会往右移 那 那这样子要 要怎么做 这样怎么做 好 那这个 这个 呃 方式呢 其实可以用到 我们在前面讲过 我们DeFi 你要让它 呃 只要保存在你的DeFi 然后都不动的时候 都不动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可以做 我们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 在Clark 这边呢 我们可以 加上一个这个 eniable的这个控制 eniable控制 那你eniable为0的时候 那你的 这边就不会 所以 DeFi 的值就不会 改变 好 改变好 那另外一个方式 这一个的变形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独立的一个 和Clark Eniable的这个PIN PIN PIN 来做这件事情 好 那这两个是一样 这个是我们在 上次有跟各位提到过的 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 如果你需要加上这个额外的Shift的 这个控制的话 那这个等于是说 只有在这个Shift为1的时候 我的 我的 往 往右移的这个才会动作 往右的动作 所以 那 那这个反面的意思就是说 当你的Shift为0的时候 Shift为0的时候 等于我的值就是保存在原来的地方 所以这个 这个的意思 这个意思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这个Shift就是我 就是我们 在前面讲的 这个Clark Eniable的 那个控制讯号的这个部分 好 所以我们可以 多一个这个 在每个Diffify这边 如果你这边还有这个 Clark Eniable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 Clark Eniable 就去到我们的 Shift上面 去到Shift上面 那每个 每个 Diffify的这个Shift 这个 Clark Eniable都接在一起 都接在一起 好 那这样做起来就会是 呃 我们 在 讲义上面 所看到的这个 呃 图的这个 部分 图的部分 那这个Shift呢 它就直接在 在这个Clark Eniable 这个控制 好 那当这个Shift 为0的时候 Clark Eniable 等于就是我的 Eniable讯号 这边是0 那 Eniable讯号是0的时候 我们讲过 呃 这个Diffify它等于就是 不会再接收新的值 那旧的值 它就会一直保存着 就会一直留在这边 就会留在这边 这样子 的一个 呃行文 好 那Shift Register 在设计上面呢 呃 有时候 我们也会 呃 额外做一件事情 好 就说 像刚刚我们举的这个 例子呢 是 比如说 0100 然后 你往右移之后 那它就会变成 0010 然后你这个 最后被移出来的这个0呢 我们刚是把它丢掉 刚是把它丢掉 好 那你也可以把这个 呃 移过来的这个值呢 再把它给拉回来 再把它给拉回来 那 所以如果再拉回来的话 我们在电路上面 就是 在你的这个输出 这边呢 我们把它接到 然后你的输出这里来 把接过来 那这样子的话 那它的值就会 呃 在这几个值里面一直循环 做一直循环 所以这是 呃 另外一种的这个 呃 应用 可以这样子来 来做一个设计 好 所以这个是 Shift Register的设计 好 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很简单 好 非常非常简单 我们就是纯粹 把 Libri father串起来而已 好 那 它的这个耐命代言的这个 呃 的部分 嗯 基本上应该就还 蛮直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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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我们一点 开 我们的这个 data in的这个部分 是 以 这样子的 形式 101的这个 方式 逐步的会进去 所以这个这边 我们是看Riding Edge 所以我们就是看 每个ClockRiding Edge的时候 那这边 第一个Series In 这边的值 就会被Sample到你的Q3这边来 然后Q2的这个部分 它是Sample Q3的这个 Q2的部分 这边是Sample Q3的值 那Q3这边 它Sample到值是0 所以Q2这边就会变成是0 那其他几个就是 依序这样子的 一路做下去 你就可以得到 它的这个Timing的处理 好 所以这个是Shift Registr 那Shift Registr 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Shift Registr这样设计 我们刚刚前面看到 它的设计其实就是 你直接把Diffify的Q 就直接到接到下一个的 这个Diffify的输入 中间是没有任何的逻辑 中间是没有任何逻辑 那中间没有任何逻辑的话 那这边的Delay 基本上就是 最转最转的这个状况 对 那这个时候 在电路上面 其实很有很容易会发生 我们前面讲的 所谓的 Full Time Vibration的这个情况 因为你的这个 从 从这边到下一个 中间是没有任何的逻辑 这边是 是我们理论上来讲 是你最转最转的这个 Delay的这个部分 因为最转Delay不可能是负的 不可能是负的 所以 所以这边基本上是 零的这个状况 那很有可能就会产生 Full Time Vibration的这个情况 那如果遇到 Full Time Vibration的情况的时候 嗯 从间这边 我们就是会加上这个 Buff 加上这个Buff 让它 产生一些些 额外的这个Delay 产生额外Delay 但是这个Buff 它其实是 没有什么作用 没有什么功能上的这个作用 它纯粹只是增加Delay 然后它不会有 Full Time Vibration的这个问题 那不过这种 这种东西通常也不是 各位在设计的时候 需要烦恼 因为这个东西到后来都是 呃 我们就直接交给Delay Tour 它会直接去帮你 呃 刚一塞这个Buff的部分 它就会去塞这个Buff 去帮你啊 这些问题可以解决掉 这样 好 所以这个是 Shift Registration 好 那接下来我们 呃 稍微再跟各位 介绍一下 这一个呃 刚我们的是4Bit的话 那如果你是N个Bit 把它扩展成不只是4个Bit 变成是Zen一数的话 N个Bit的Siri in Serial out 那呃 做起来就是像 就是像这样 那这边的这个画法 这个其实就没有我们刚刚的那个Shift的这个控制 它就直接直接一个接一个这样串起来 所以 所以这样子的话 它的每个Clack Cycle它都会 都会引一下 每个Clack Cycle都会引 那那那我们这边用的是这个SR非法 那呃 你要不要用SR非法 其实都没什么关系 我们可以把它换成用D非法 或是这个 呃 JK都都可以 都可以 所以呃 这边是上次都一样 所以 所以这边的话 如果你是N个Bit的Siri in Serial out 哈 所谓的Siri in就是一次进来一个Bit 一次进来一个Bit 这个叫做Siri in 那Siri out呢 就是一次出去一个Bit 这个叫做Siri out 叫Siri out 那这种Siri in Serial out的这个 呃 如果是N个Bit的话 那它 从输入到输出的话 那它就会花N-1个Clack Cycle 那这边像我们这里是8个的话 8个Bit 那 那从输入到输出 从输入到输出 就会要花 8-1 7个Clack Cycle 好 那接下来我们稍微看一下 这个Shift Register 还有一些些 小小的这个变形 好 变形 好 那刚刚我们看到 我们的Shift Register的输入 都是Siri in 就是一次 只进来一个Bit 然后慢慢慢慢的Shift过去 好 那这样子的话 有时候在应用上面 其实不是那么方便 不是那么方便 那有时候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会希望说 你的这个D-FreeFly里面的值呢 我一开始就可以先给它一个 呃 先给它一个值 先给它一个值 那这个值呢 我们不是 不希望它慢慢的进去 它就一次 一个Clack Cycle 就全部都进去 所以这个就会变成所谓的 Pairer in 的这个 呃状况 也就是 呃 如果我们以真字表来看的话 就是我们这边会有一个 Load的这个控制 就是当我的Load为1的时候 Load为1的时候 我的这个呃 D-FreeFly这边 我就会Load一个新的这个值 就会给它一组新的这个值 就给它新的值 好 那这样子 你一次 给你的这个D-FreeFly 一次Load新的值之后 那它等于每一个D-FreeFly 就都有一个新的这个值 所以它就会 自动就会产生这个所谓的Pairer 就是 会有多个bit的这个 输出的这个 呃状况 好 所以呃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 把我们刚刚的这个呃 往右移的这个Shift的对比 是我们要再多加上这个功能 可以 平行的Load 可以Load的一组这个值进来 可以Load的一组值进来 好 那如果我的Shift和Load都是0的时候 那它会保持原来的这个值 好 会保持原来的值 好 那 那你要设计像这样子的一个功能的时候 要设计像这样一个功能的时候 那你的电路要怎么做 好 电路要怎么做 那各位可以稍微 想一下这个要怎么做 那 那我们刚刚其实已经学会了 做这个网右 网右移 好 网右移 比如说我们做四个变者 网右移 那网右移呢 基本上就是 这边 D3F的Q就接到下一集的这个D 接过去 去不去 好 所以这个是 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网右移的这个 呃设计的这个部分 好 好 那现在我们除了网右移之外 好 网右移就是我们的这个 这边最底下的这个Shift的这个功能 好 这一个 的功能 那我们还要做做这个load值的这个功能 好 所以 所以你这个呃 每一个D3F的D呢 你还会有一个输入 是直接从外面这边就直接进去的 会从这边直接进去 那这一个等于是你的Pair in的这个部分 平行进去的部分 平行进去的部分 好 那你现在就变成 你的这个D呢 你会发现 你这每一个D3F的D呢 它就会有两个字哈 就两个字的来源 一个字的来源是什么 一个字的来源是 像这个就是从前一个D3F来的 那另外一个字的来源是从这边过来的 那 如果我们随便假设一下 这边是你的 D1 D3 这边是D2 D1 D0 D3D2D10 这样 所以 所以这个每一个就会有两个值 只有两个值 那你要两个值 两个值都要进到同一个值去 那这个要怎么做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我们会有一个什么 Margitplace 会有个多功器 会有个二选一的这个多功器 两个选一个 好 两个选一个 好 那 那我们要做的功能呢 除了Shift和Load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功能是 这两个都是零的时候 那我希望它的值要保持不变 保持不变 那值保持不变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在刚刚我们其实 在讲Shift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说 当我的Shift为零的时候 我希望它的值是要保持不变 保持不变 那这个事实上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的Clark Enable的这个 情况 Clark Enable的情况 那这个Clark Enable的情况 我们要实现的时候 我们事实上有好几种的这个 做法 那前面我们讲的做法是 直接利用到Diffly Fire 它的这个Clark Enable的这个PIN 把它接在那边 这是一种做法 那另外一种做法 我们在前面也有介绍过 另外一种做法 等于就是把你的 这个Diffly Fire的Q呢 我再把它给拉回来 再把它拉回来 然后给你的这个输入的D 这个 输入的这个部分呢 会有一个Multiply Fire 做一个二选一 这样子把它绕回来 所以这是另外一种做法 另外一种 好 所以如果我们要实现这个的话 实现这个 让它值不改变 那我们用 因为我们这边已经有这个Multiply Fire Multiply Fire 那我们把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做这个的话 那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等于就是把 那每一个Diffly Fire的这个 Q的这个值 要再把它拉回来 Q的值要再把它拉回来 所以我们就会变成 本来我们是 每一个是一个二选一的 你现在就变成是一个什么 三选一的一个Multiply Fire 这边的Q会拉回来 这边的Q会拉回来 每一个三选一 那我的三选一的这个Multiply Fire 这边是我们的输入 Multiply Fire的这个 我们知道它会 这边是我们的输入 那你会要有一个 三选一的话 你就至少需要几个Bit的控制 就是两个Bit 两个Bit的控制 那这两个Bit的控制是什么 就是用我们的Shift和Load 这两个 这个当作我们的控制 就是当它是零的时候 当它是零的时候 就是选到 选到这个 从Q这边绕回来的这个部分 这样绕回来的话 就等于是它的值 就会保持不变 那另外 如果值是1的时候 也就是Load的值为1的时候 它就会是选到 选到这一个 你的D的这个部分 那如果Shift是1的时候 然后E的时候 它就会选到Shift 也就是前一个这边过来的 好 那这样做起来 这个画起来就会长成这样 那这个就是 我们在课本上面 这边看到的这个 电路图的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这样 好 有没有问题 就是当我们给你这样子的一个功能的时候 那你是不是可以把它的这个 这个电路的这个锡灰 你就可以把它 稍微这样子可以把它设计出来 把它设计出来 是 好 我们就是一个一个把它给 功能就把它给勾起来 这样就完成了 好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做到了一个 Pair in,Pair out 然后Shift,Regison 那Pair in,Pair out 有时候我们就会简写成Pi,Po Pi,Po 好 那如果你是那个 Siri in,Siri out的话 有时候我们会简写成Siri out 好 那这两个可以搭配 你会变成是Pair in,Siri out 这样子 或是Siri in,Pair out 这些一些这个铜的简写 这些名词 给各位当作一个参考 好 所以这个跟我们前面讲的 其实它就多 简单来讲就是多这个Diffid法 不,多这一个Martiple 多这一个Martiple的这个选择 其实它其实跟刚刚的 Shift,Register就是这样的反向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 Timing图的这个部分 那一开始的时候 当你的Low的值为1的时候 Low的值为1的时候 我们就把你的要Low的进去的这个词 从D3到D0 你值是1011的时候 就会放到你的Q3到Q0 所以你的Q3到Q0 到Q0就会变成是1011 就会看到这边是1011 好 然后接下来 当你这边,当你这边是Shift 值为1的时候 Shift值为1的时候 那你这个 你的这个值 像这个值就会开始一个 一个cycle 往右移过去 往右移过去 会直步的从Q3 就会移到这个Q0过去 好 所以这个就是 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设计 出来的Shift,Register的行为 这样 好 有没有问题 蛮简单的 Shift,Register是整个 用Diffibon,Dow的电路里面 最简单最简单的一个电路 好 那Shift,Register这个呢 它还有一个 小小的一个变化 就是我们可以把 它的最后的这个 输出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不要接Q 我们可以接这个 QBAR 从QBAR这边 接过来 从QBAR这边接到你的输入 QBAR接到输入 那这个东西呢 叫做所谓的 Johnson Counter Johnson Counter 那为什么叫Johnson Counter 因为你这样子接的时候 你的这个电路 它的这个 呃 值的这个变化 它会造一个很固定的一个顺序 变起来 比如说一开始 一开始 我们先假设你这三个 Diffibon值是000 000 好 那000 然后接下来 在下一个Clack Cycle的时候 你会从 这边的QBAR的值 会把它拉回来 拉回来 那QBAR的值是1 QBAR的值是1 所以它拉回来的时候 你就会让 这边的值就会变成是1 然后 下一个这边呢 这边0就会移过去 所以这边值就变成100 值就变成10 好 那如果你再 再往下做 再往下做 在下一个Clack Cycle的时候 那你这边的这个100 它就往右移 它就变成是10 好 然后 那你刚刚的这个0呢 我们等于让它反向再绕回来 所以就变成1 所以就变成是110 110 好 所以这个画起来 它就会形成像这样子的一个变化 一开始的时候是0.0 然后接下来是我们刚刚看到的100 100 然后在下一个Clack Cycle 在下一个Clack Cycle 这个0 这个0 它就会绕回去 然后反向 所以它就变成110 110 然后在下一个Cycle 这个0 反向绕回来 所以就变成1111 然后接下来在下一个Cycle 这边1 就会变成是 反向变成0 再绕回去 再绕回去 所以这边的值就会变成011 好 那011这边 我们再做一次这个 反向 绕回去 所以这个1 这边过来就变成0 所以就变成001 然后等到最后这一个1的时候 再反向 它就变成000 好 所以它整个就会绕 绕一圈 这样绕一圈 会这样子的一个 呃 值的这个变化 会这样一个值的变化 对吧 那这样子一个值的这个变化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像这样 把这几个这个值的这个变化 把它串起来 串起来 那每一个这一个 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state state 那这样子一个state的图呢 我们叫做state graph 啊 状态图 所谓的状态图 中文好像应该是分成这样的 状态图 好 那这样子一个state graph 我们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 这个state graph出来的这个 呃 值会是它的 变化的这个状态 那基本上像我们这边是三个bit 好 三个bit 那三个bit的话 理论上你的值的变化应该是什么 0到7 0到7 那我们看一下这边0到7的值是都有 那这里是0 然后1在哪里 1在这边 然后这边有没有2呢 好 没有2 没有2 然后3在这里 然后这个是4 然后没有5 然后这边是6 这边是7 所以 所以这一个Johnson counter 这个Johnson counter 它等于就是 它的值的变化是 从0 4 6 7 3 1 它会这样子一个顺序 呈现它的这个值 呈现它的值 然后有两个值没有落在它的这个 呃 变化里面 就是 2和 2和5不在它的这个变化里面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是2的时候 如果你的即时值是2的时候 好 是010 好 010 然后那接下来 呃 0这边会 拉回来 拉回来 所以 所以它就会 呃 变成是 然后反向 反向变成是1 所以就会变成是101 然后101它在 这个1再拉回去 反向的时候 它又会变成010 所以它2和5 之间它会是形成一个循环 然后剩下的这 这6个值它会是一个循环 会是一个循环 好 它会是一个固定这样子的一个 形式来跳 固定这样的形式来跳 那那这边呃这样子一个 Johnson Counter 这样一个Johnson Counter 它呃 某方语来讲 它其实就有点呃 形成一个这种 所谓的乱数 Random number generation 乱数产生起 乱数产生起 因为你可以看到说它的这个呃 可以 在 这样子一个循环过程里面 其实它都呃 值都不会重复 值都不会重复 只是它呃 并没有完全的产生 所有的三个bit的所有的这个 所以这不是一个 很好的乱数产生起 很好的乱数产生起的话 那基本上 比如说你三个bit的话 它就会在这三个bit之内 三个bit之内 然后呃 是一个呃 乱数的方式呃 在这边去做一个呃 循环啊 做一个循环 好 所以这个叫做Johnson Counter 这是Johnson Counter 所以它的顺序 跟我一般讲的Counter 我们一般的Counter是比较 所谓的BinaryCounter是比较有顺序的 它就可能从0123467这样一路数上去 或是你把它倒数7653分1 你这样子倒数下来 但是这个的话 它并不是呃 有一个呃 呃 呃 很规则的这个顺序 但是它也是固定状态的一个顺序 好 那 那 那这样子的一个江生Counter 我们这边等于是 我们刚刚是假设它一开始的值是0001 那基本上里面的值到底是存什么值 等于说我们一开始开机的时候 这三个diff 以法存的值可能是各种值都有可能 那如果你这个值刚好存的是从010存的值是2的话 那就会变成是在2、5之间这样子一直跳 但是它如果一开始存的值 比如说一开始存的值是011的话 那就会从3开始然后变成1、0、4、6、7 这样子一个顺序就一直在这里面跳 所以它会怎么跳就完全看你的70值 长成是什么值的这个状态 如果刚好是从这边开始它会从这里这样跳 如果是从这里开始它也会走着这个跳 但是如果变成是只是010或是101开始的话 它只会在这两个状态里面去跳 所以这个叫做降生抗争 降生抗争 然后后面我们好像刚会介绍一个类似 这种 类似像这样子的应用就是做这种 sudo random number generation 做这种乱速产生器 用硬体来做乱速产生器的这个 和均衡 好 sudo randomness的部分我们大概就跟各位介绍到这边 好,有没有问题 好,那sequential circuit 真正比较麻烦的部分 在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部分 下面的这个部分的设计 就是 呃,各位后面在算的时候就会觉得 嗯,好像稍微有点啰嗦一点 好,稍微有点啰嗦一点 好,那 那这一个部分 我们 这个还算是整个sequential circuit 里面最简单的一个 呃,部分的这个设计 我们先来讲最简单的这个 功能这个做什么 我们要做所谓的,呃,counter的话 做counter bunnycounter 这个不见了 那bunnycounter 这个其实是我们后面要来跟各位介绍的 整个所谓的sequential circuit的一个设计 那那这种呃,所谓的sequential circuit 这种序列逻辑的设计 它基本上在前面介绍过就是 我们会有一个 你的组合逻辑的这个部分 组合逻辑的部分 那那这个组合逻辑除了你正常的这些输入 和输出之外 那,那我们 如果再加上你的这个dbf的这个部分的话 等于就是你这边的输出的值 有一部分会进到这个dbf的这个d这边来 进到dbf的d这边来 会存起来 不一定dbf,你只是用dbf来举例 好,然后dbf的这个输出呢,它又会绕回来 就会绕回来 那这个呃,就会变成所谓的sequential circuit 好,那那这样子的一个呃 电路 这个电路,我们要怎么样子去设计 这样的电路,我们要怎么去设计 那这样子的一个电路,你可以想像说 这个,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其实它就是dbf 就是dbf,所以它也没什么好设计 因为它就是dbf 就是dbf 目前的dbf的状态 目前dbf的状态 这个叫credit stake 好,然后 然后,我们的combinational circuit 组合逻辑的部分 它就是,会有这些不同的输入 加上你dbf的这个值 dbf的这个输出的这个值 组合起来,然后我们要得到输出 那得到这个输出 然后另外 这个输出另外会再拉回来 再拉回来 等于拉回到这个dbf的d的这个部分 那dbf的d的这个部分 等于就是你下一个dbf的这个 呃 值的这个状态 所以这个叫做nestate 这叫nestate的这个部分 好,那这样子的一个电路怎么做设计 怎么做设计 那你可以看到说下面这个部分 就是一个dbf dbf 那上面这个部分 上面这个部分 如果我们不管 不管我们dbf的话 其实我们就会有这些输入 这些输入包含 你这些不同的s的输入 还有你的present state 然后输出 就是你的z的这个输出 还有这个nestate的输出 那不管是什么 那这个你就是有输入 还有输出 那输入和输出 如果你有一个真值表的话 那你这个电路就可以做得出来 这个电路就做出来 好,那如果我们把整个问题 再把它更单纯化一点 就是我们现在完全不考虑 这边s的这个部分 也不考虑这边z的这个部分 那你的真值表的这个 输入的这个部分 这里就是你的present state 你目前的state状态 然后输出的部分就是你的nest state的这个状态 所以你一旦可以知道你的目前的state 是什么 然后输出的nest state的部分 要是什么 那这个部分的电路 你就可以设计得出来 这个电路就可以设计出来 好,所以这个就是sequential circuit 这一部分的设计 所以如果我们讲的比较简单一点 其实这一部分的设计 蛮大一部分都是 就是依靠各位在前面前半学习 我们教的这些组合逻辑的这个电路的设计 那组合电路的设计来讲 其实很多我们都是用什么 你就直接用carnel map就可以划紧掉 好,所以quential circuit的部分 讲白一点其实它也没有很复杂 没有很复杂 那只是说搭配不同的这个diffid bar 那这边会稍微比较罗嗦一点点 但是它本身的这个设计 基本上还是用carnel map这个来做 因为你有真指标 OK,你就可以用carnel map去做画集 好,所以我们这边要介绍的就是这个counter synchronous counter 那这个counter的话 它是最简单的状况 就是完全不考虑这些s的输入 也不考虑这边z的输出的部分 我们就是完全考虑你的present state和nest state 因为counter就是直接根据你目前的值 它就直接往上加这样 0,1,2,3,4,6,7,1度算上去 或是7,6,5,4,3,2,1度降下 好,这样子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做数0到7 怎么数0到7的这个情况 好,那这边我们先往下看 先往下看 这个稍微比较踢,稍微比较啰嗦一点 最简单的是这个diffify 最简单的是diffify 好,那刚刚我们有跟各位介绍 好,我们要处0到7 0到7 好,所以 我们要设计 整个sequential circuit里面的 这个组合逻辑的这个部分 我们就要得到它的这个真值表 那我们的真值表 输入的部分就是你的present state 那输出的部分就是你的nest state 好,那对这个counter而言 那如果你现在的值是0的话 那他接下来的值就是会变成什么 1 如果你是1的话 接下来的值就会变成是2 他就是照这样子一个顺序 一路上去 好,然后2的时候 接下来他就会变成3 好,所以 这一半部分 这个就是我们的present state 那这一半部分就是你的nest state 就是他要变化的这个部分 好,所以我们三个bit的话 就可以把这 2的三次方八种 八个值 从0又三十六七 就把它列出来 把它列出来 所以 我们稍微看一下 比如说你现在是0的时候 那他接下来的值就会变成是1 那 那如果你是1 7 7的话 接下来他会绕回来 会变成是0 7的话绕回来会变成0 这样子 好 好 所以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nest state的这个部分 nest state部分 nest state部分 那 那这一个 nest state部分 我们 我们的这个 这边的freefile 我们要用dfreefile来做 dfreefile来做 dfreefile来做 dfreefile我们知道它的这个 真值表 真值表 真值表长成这个样子 真值表长成这样 那我们这边接下来 这个nest state的这个部分 等于就是你真值表这边的q的这个部分 q的部分 好 但是我们最后要推的是什么 你要得到这个dfreefile 可以位进去他这个d的这个值的这个部分 d的值部分 好 那对dfreefile而言 好 你知道你接下来的q要长成是这个样子的时候 要长成是0的时候 那你可不可以推 就可以推出来 它的d应该要长成什么样子 那对dfreefile而言 这个 你的q的部分 其实就跟d是一样的 qd是一样 好 所以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一个部分 其实就是我们要的这个dfreefile的这个 c的它的这个输入 这边就是db 这边就是da 0 这这个输入的部分 那 所以这边八个值 八个值这个就是你可以把它放在我们的真值表里面 真值表里面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八个值 那前面0到3的这个部分是0001 好 所以我们放起来这里就是0001 把它塞过去 然后另外一半是1110 好 所以这边是1110 那这个就是 我们的这个counter的那个 给d 要产生d的这个输入的这个部分 那这样就得到了这个真值表 另外 那另外 db和da的这个部分 其实就刚刚这 我们这边列的这个 b plus和a plus的这一盘 你把它就列 列在这个 conormap上面 那你列到都列到conormap上面之后 那接下来的事情 我想各位就会了 你就可以针对这个conormap怎么样做 做 做画简 好 可以做画简 做画简 然后就可以得到它的这个画简出来的这个狮子 那得到这个式子之后 那就可以画出它的这个逻辑图 画出它的逻辑图 那这边逻辑图我想我们就不很细部的去推倒 它是怎么得来的 因为我想各位应该就很熟悉 很熟悉这一个证 所以这个是用d3 bar去做的 d3 bar去做 那对d3 bar而言 这个整个问题是最简单的状况 最简单的状况 因为它的nestate的这个值 nestate的值 我们从nestate的这个值 q的这个值 我们要把它推到它的d的值 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时候 那基本上这个d 就会等于我们的q 所以我们就直接拿来用就可以 直接拿来用就可以 好 所以这个d3 bar是最简单 好 那可是在前面我们有介绍过 这种不同的3 bar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果你是听3 bar的时候 听3 bar的时候 问题就稍微变得 稍微复杂一点点 好 稍微复杂一点点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t3 bar的这个部分 好 那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这个 这个是我们刚看到的这个 目前的state和nestate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等于就是你的t3 bar的 目前的输出 然后下一个t3 bar的输出 就是这样子 就是你原来的这个值是 t为0的时候 它的值就不会变 t为1的时候只会 值就会变 那如果我们反过来来看 反过来看 如果你要让它的这个值会变化的时候 如果你目前的值是0 要让它值会变成1 那你的t就要给它为1 t要给它为1 那如果你目前的值是0 然后接下来也要继续保持为0的话 那你的t的值就要给它是0 也就是不动的时候 你的t的值要给它是0 然后要反过来的时候 t的值要给它为1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以a和a plus来看 a和a plus来看 你现在的值是0 然后接下来你要变成1 那等于就反过来 所以我的t的值应该给它什么 就要给它是1 t的值就要给它是1 那另外如果你现在的值是1 接下来的值 这边要变成是0 也是反过来 所以这边还是1 还是1 好 那我们再举另外一个这个 而例子如果是b的这个状况 现在你的b的值是0 然后接下来的值也要是0 那等于就是 接下来值不变 所以接下来值不变 你的tb的值就要是0 好 所以这个就是你接下来的 fever的输入的这个值 要这样子来变 所以 所以不是低fever的问题 就会稍微 复杂一点点 好 复杂一点点 那等到我们后面讲那个 sr和jk的时候 会再更复杂一点点 那我们这个 我们后面再来跟各位 详细讲这个部分 我们很简单的跟各位回顾一下 我们上次提到的这个部分 就是 我们要做这个bunny的这个 counter bunnycounter 那bunnycounter 基本上你的这个值 就是从这样子 0123567 这样子一路数上去 所以 所以你目前的值是0的话 接下来下一个值就会变成是1 那你现在值是1的话 下一个值就会变成12 所以 它是这样子 不断的这样子一个state的这个变化 好 那但是我们要做这个设计的时候 要做sequential circuit设计的时候 那我们在上次跟各位提到过 那这边 底下的这个部分 就是你的低非法的这个部分 那上面这边是你的组合逻辑的这个部分 那低非法部分 就是看你采用哪一种的低非法 是Dtype 或是Ttype 或是SR 或者是JK 这个部分 那不过非法 那基本上就非法好 它也没有什么好变化 那唯一 会 根据你的不同的题目的条件 会变的是 这边的组合逻辑 这边的这个设计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现在在 这一张 讲的部分 我们先不考虑有输入的情况 输入情况我们都不考虑 那基本上就只有从非法来的这个 state的 它的输出的这个值 那我们叫做present state 就目前的这个状态 目前状态 那你要根据目前的这个状态 那 我们希望可以推导出 那如果预期的下一个 state的这个状态是什么样子的时候 那你这边的输入应该要给什么值 那这边输入给的值就是 你这边的组合逻辑要做的这个事情 这边的组合逻辑要做 好 所以我们要做的这个 整个来讲 那我们要做组合逻辑的设计的时候 我们在 前面其实有跟各位讲到 你要做组合逻辑设计的时候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画出它的这个真值表出来 真值表出来 那对这样子的一个进入而言 那它的真值表 它的输入和输出在哪里 输入的部分就是你的present state 好 然后它预期的预期的这个 这是你目前的state 这是你目前的state 然后你预期它最后要产生的下一个state 这个叫nestate nestate nestate的这个部分 这是你预期要产生的这个值 但是你要产生这个nestate的值 这个是你的viva的输出 这是你的viva的输出 那你要产生这样子一个viva的输出的时候 那你就要给它对应的viva的输入的这个部分 那给它对应的viva的输入的部分 好 所以我们就要根据你的present state跟nestate的这个部分 那你要去推导出它的这个viva的输入的这个值出来 那最后你的channelment 你的这个真值表的输入的部分就是你的present state 这是你的真值表的这个输入的部分 那你的viva的输出的部分就是你的真值表的输出的这个部分 那你有这两个东西那你就可以设计出这个我们最终的这个逻辑的这个部分出来 好所以这边是我们这边在做这个sequential circuit设计的时候 它基本的概念呃是这样好 那各位先掌握住这样子的概念之后 那我们再呃来看一下我们在上次提到的这一个 好那上次提到的这个我们做的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呢 是数0到7好 是数0到7好 也就是你目前的state是000的时候 接下来他希望他出来的下一个state的输出的值是001 好就是0会变成是1好 然后如果是1的话就会变成是2好这样子一路跳过去好一路跳过去 好那所以这个是呃你的parestate和neststate的这个部分 那现在如果你是用diffify的话 是diffify的话 那你要得到这样子的一个neststate的时候 要得到这样neststate的时候 那你的diffify的值 输出值应该要怎么gain 好 输出值应该怎么gain 好 那那这个部分 对diffify来讲这个问题就很简单 好就很简单 因为我们知道你的diffify的这个q的这个值 它的输出的值 基本上就等于你的d的这个值 d的值 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前面看到的diffify的这个真值表的这个部分 那如果我们反过来讲 反过来讲你要得到这样子的q的时候 那你的d的值就是等于什么 就是等于你的q 这两个是一样的 你要得到这样子的q的时候 那你就给同样的d的这个值 所以q的值跟d的值是一样的 就是这样 所以对diffify来讲 哎 这些这个部分 既是他的你的next set的这个值的这个部分 我们会写成q plus 那也是他的diffify的输入的这个部分 所以 所以这一项这个部分就是你的dc的这个部分 然后这一项就是你的db的部分 那这边就是你的da的部分 da的部分 好 那所以你的dc的这个部分就是这几个 这几个 然后你的输入是 这三个tradent state的这个部分 所以你的真值表就是这个 输入的部分是这个 然后输出是这边 那一共有三个输出 有三个输出 好 那既然有真值表 那你各位就会做什么 就会做画件 好 因为我们前面讲过 那你就可以用什么 用countermap来做这个画件 好 所以你就把这个真值表把它怎么样 填到这个countermap上面来 好 countermap上面来 好 那这个填法我想各位应该都很熟悉 都很熟悉 那我们简单的 再一次给各位看 比如说 我们这三个 好 这三个我们画出它的这个真值表 呃 长成像这个样子 好 那我们的c的这个部分呢 是 呃 0.01好 所以你就写出来这边是 00 01 好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 1110 好 所以1110 就把它填上去 填上去 好 所以这个是dc的这个部分 好 然后db的部分一样 照同样的方式去填 好 那填好之后 你就可以呃做化简 做化简 就会得到上面这个式子 到上面这个式子 那 所以 那这个就是呃 你要得到这样子结果的时候 你的这个呃 三个dbdc 它对应的这个呃 组合逻辑应该就是长成这样 好 那长成这样子之后 那我们就要画出它的这个电路出来 好 画出它的电路 好 那它的电路呃 就会变成这样 好 那这个东西 这东西如果我们直接简单画一点 好 直接简单画一点的话 就会变成这样 再清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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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你根据这一个 你就会 呃 有三个dbdc 你会有三个dbdc 好 那三个dbdc这边是a 这边是b的这个输出的部分 然后这边是c 然后这边是它的输入 输入的部分 那clock的部分我们就先跳过不化 好 先跳过 这边是clock 好 那a的这个部分 a的部分就是什么 a a bar 所以就是a bar 简单写就写成这样 a bar就可以 那b的部分就是 a和b的equals o 所以就是a和b的equals o 所以ab的equals o 好 好 然后c的这个部分 c的部分你画起来就会是 c跟 ab好 这边ab b 左n 好 所以简单画起来就是会长成像这个样子 就是长一样 好 那我们课本的画起来的图长成这样 图长一样 那 长成这样子的话 这个是它把这个 呃 这边的ab的这个值再把它拉回来 再把它拉回来 再把它拉回来 好 那我们前面这边画的这个 我们就没有把它拉回来 就没有把这边的这个a的这个值再把它拉回来 好 因为如果你要把它拉过来 这个也是可以 那只拉过来这样子 嗯 有点麻烦 看起来 线拉的有点长 线拉有点 那各位在 在呃 写作业或是考试的时候 画图你可以 不需要 一定要把这个输出这边的这个值把它拉回来 你就 直接写成像这样子就 就可以了 这边标出来你的这个值 ab的这个值就可以 这样 写起来比较简单 好 比较简单 会太 太杂乱 是不是太杂乱 所以这个是 呃 dvifar的这个 部分 好 dvifar部分 那dvifar基本上是呃 所有里面最简单的一个状态 因为 你的nest state的这个值 就等于你的 呃 要的这个 输入的这个值 好 所以 所以就直接把它套上去就可以 好 好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好 那 接下来我们要来跟各位讲的是 呃 前面讲的是dvifar 好dvifar是最简单的一个 呃 状况 好 那如果你现在是t的话 tvifar会怎么办 tvifar会怎么办 好 那tvifar的话 那 我要得到 我目前的q是这样 好 假设我目前的q是这样 然后我要得到下一个q bar 的时候 nest state的时候是长这样 那我的t要给什么值 t要给什么值 我现在是要反过来推 反过来推 那这个是我们的tvifar的真值表 这是tvifar的真值表 好 那但是我们现在是 给你q 然后预期你要得到这样子的一个 nest state q bar 我们要反过回 反过头来推 这个时候t的 是应该的 好 现在我们要做的设计是这样反过来 是反过来这样再做这个设计 好 所以呃 这个我们怎么做呢 好 怎么做呢 好 所以我们前面呃 在讲tvifar的时候 本来我们就会得到这个 credit state和nest state的这个部分 啊 会得到这一个 好 这样子的一个额表 这样的额表 好 那我们现在要反过来推 那你的呃 tvifar的这个t的词要给 好 那我们都知道 对tvifar而言 对tvifar而言 只要你的这个 nest state跟你目前的state 好 是不一样的时候 你的t就要变成是1 就要变成1 要tuggle 要tuggle 好 所以呃 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针对这个a 和这个a plus 就是a的 现在的state和nest state 好 那我们来对一下 你现在这里是0 然后接下来要变成1 好 两个就不一样 好 所以你的t就 输入就应该要为1 好 就要为1 好 这样子 那 那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是这个b的话 b 你现在这里是0 那这里也是0 好 都不变的时候 那你的t就要是给0 这要是给0 两个都不变的时候 就是要是给0 好 所以你就利用这样子的方式 你就可以一个一个写出这个ta tb和tc的freefile的这个值 好 那得到这个值之后 那这个就是我们要的 增值表的 这一个部分 credent state部分就是你增值表的输入的这个部分 那 这个是你的增值表的输出的部分 你有三个输出 你有三个输出 在我们前面的dfreefile的时候 这个freefile的输入 我们就直接用next state 因为对dfreefile而言 这两个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不用另外写 但是对tfreefile而言 这个 就要另外写 因为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所以要去推 要把这个东西把它推出来 好 那你得到这个东西之后 那 那你就可以来做 做化解 因为你有增值表 增值表 你就可以把它变成是canomap 就可以做化解 那如果 这边你可以看到ta的部分 基本上一直都是1 所以ta的部分 我们就直接给1就可以 所以它也不用做化解 那tb和tc的部分 我们就 放到canomap来化解之后 就得到这个结果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得到的一个部分 那如果你比较 这个结果 这个电路跟 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 dfreefile的这个电路 那其实dfreefile这边做出来 电路怎么样 稍微比较 复杂一点 那t做起来的是不是就比较简单 t做起来的电路就比较简单 所以 所以为什么我们 还要跟各位讲 这些ttype sr或是jk 就是用这些比较复杂的 这个filefile做的时候 它的这些组合电路 做起来的状况 事实上会比较简单 会比较简单 有这样子的一个好处 好 所以这个是bunny counter的这个部分 好 好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这是最简单的d和t的这个状态 d和t的这个 d type和t type的这个状态 好 那我们的bunny counter 我们刚刚是让它从0123567 一路数上去 那一路数上去的话 这种叫做up counter 就是往上数的这个counter 叫up counter 那你可以往上数 当然你也可以往下数 就是从76543和1 一路倒数下来 那如果你一开始是0的话 它倒数的话就会数到7 那1就会倒数变成0 然后2往下就会变成1 所以这个就会变成是up down counter的这个部分 那这边比较细节的imitation 就请各位参考一下我们的课本的 第12至18的这个图 的这个部分 那这样做出来 这样子一个东西 有你的目前的state 还有你的next state 这样子的一个表 这个就叫做所谓的state table 状态表 是所谓的状态表 好 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个state table 把它画成是一个图形的形式 那叫做所谓的state graph 那这个图形的形式是怎么画出来的 那我们可以多看一下 我们后面其实会蛮常用到 比如说你现在是000 000 000再往下数就会变成什么 001 就是有一个up的讯号的时候 它会往下数 然后001再往下数就会变成010 好 这个我再往下数就会变成011 好 所以这样子一路做下来这个就是 呃 画下来这个就是state graph的这个 部分 那写在这一个部分的地方 这个就是你的输入 输入的情况 那如果你是倒数的话 倒数的话就是你现在是001的话 0011倒数它就会变成是0 所以你倒数如果是一个down的一个控制讯号 它就会往回跳回去 就会往回跳回去 这样子 好 这样子 所以这个叫做updown conquer的一个state graph 那state table和state graph 都是我们在做这种所谓的state machine 还蛮常用到 这边我们介绍一个名词叫做state machine 中开机 嗯 那 状态 基 好 那 那一般我们常看到的是 叫做所谓的finite state machine 就是有线状态基 有线状态基 那简称叫做 finite state machine 这个我们在后面还有一些这个名字 那这种 finance machine最常看到的表示法 就是用这种 State graph 或者讲State diagram 这样子的一个图形表示 因为用图形表示出来 就比较一目了断 就很容易看得出 它不同的set之间 它是什么这样子跳的部分 那不过State graph 基本上是比较是给人看 我们要做画检的时候 通常我们还是要把它转 转回到State table 因为State table就会比较 后面就直接连到 我们的增值表的部分 那你有增值表 你后面就很容易做 这些Council Map的画检 所以通常我们会从State graph 再把它转回到State table去 再来做画检的部分 所以这个是Up Down Counter的部分 那当然Up Down Counter 这种在运作的时候 你的Up和Down的这两根讯画 不能是同时为一 就一次只能是数一边 不能这两个讯画都同时为一 这个就很奇怪 你就不知道要怎么运作 所以这个是Up Down Counter的部分 那它整个画检出来 就会长成这样 这是Down Counter画检出来的 那Up Counter的部分 就是我们前面的那个Diffid File的那个部分 它画检出来就会是那个样子 好 那除了Up Down Counter之外 那你也可以 一开始上它数的时候 先给它一个70的这个值 那这个就会变成是所谓的 Loadable的Counter 那你要Load的话 那我们就要多一个Load的一个 控制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Load为1的时候 我就会给它一组新的这个值 那这个部分的话 你可以直接利用到我们Diffid File里面 它会有这种Load的这个控制讯号 这样子来做 那它整个电路我们就不细推 那基本上来讲 跟我们前面的差异 最主要就是多了这个Multiplecer 就每一个 3-5的输入这边多了这个Multiplecer 那当你的Load为1的时候 我们只可以从这边可以 Load一个新的这个值进去 新的值进去 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Loadable的这个Counter 可以等于就是可以给一个初始值 就是你要开始数之前 你可以给一个初始值 比如说你不一定都要从0开始 我可以说从我从6开始 然后开始去往上数 或者是往下数 这样子的一个应用 会变这样 那这样子的Counter的应用 其实在我一般的电脑里面 其实还蛮常见 就是所谓的电脑里面 会有一个叫做所谓的Time Time 就是它是一个计时器 计时器 那基本上它就会定时会触发一些 中断的一些状态 让你的这个电脑可以做一些 比较正常的一些管理的 一些工作的部分 对 好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我们讲到这边 大家就把最简单的 用D-type和T-type 来做这些sequence 怎么产生它的非法的input的做法 跟各位讲过了 讲过了 好 那有没有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 前面我们讲的是 这种比较有规则的 有规则的就是都是往上数 或是往下数的这种做法 那如果它并不是很有规则 那不就可能就 也一样是一个sequence 但是它的sequence 不是这种很规则的012367的话 那要怎么做 那么怎么做 那另外一个我们要讲的是 那除了这个D或是T之外 那如果你要用SR或JK的时候 那你又要怎么做 这个是我们接下来 要来跟各位看到的这个部分 好 所以我们用一个例子来给各位看 比如说我们的State Graph是长成这样 就是000的时候 接下来它会跳到100 100跳到111 然后再跳到010 再跳01 然后跳到00 所以它基本上只有123是5个State 这5个State 所以它就并不是像我们前面看到的 这种很规则的 0123667这样子很规则的这个顺序 那不是这样的顺序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做设计 我们要怎么做设计 好 那这个设计的方法跟我们刚刚讲的 其实也是差不多 就是差不多 那基本上我们在做 combinational circuit设计的时候 主要逻辑计设计的时候 你只要可以把它表示成真指表的话 那所有的问题就都可以拨得出来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东西 把它 把这个StateGraph 把它换成真指表 也就是换成StateTable 换成StateTable 好 把它换过去 换过去 好 那换过去的话 那换过去就 呃 我们基本上 你这里有三个 三个bit 所以你就2的三十方 就所有的就把它都写出来 2三十方都把它写出来 所以写出来 就会是你目前的State StateTable写起来 CrescentState 如果写 比较简单一点就写成Q 然后你的NextState就是Q plus Q plus的部分 好 那所以你的CrescentState 就是从0000001010 那一路写到111 一共是2的三十方八种状态 八种状态 好 那 那这八种状态 我们就可以来根据你的StateGraph 把他的NextState的部分 把它给停过去 停过去 比如说你现在是000的时候 00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接下来会跳到哪里 会跳到100 所以你这边就写100 然后 那 001的时候 001我们看一下 这里有没有001 这边五个 里面没有001 没有001代表什么 就是你的输出就会是don't care 那don't care的话 你可以画XX 或是直接画一杠 代表是don't care 对不对don't care 好 所以 就照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你就可以把这个StateGraph 的部分把它转成StateTable 转成StateTable 出来 好 那这个StateTable呢 这个东西就很像我们前面看到的那种 班女Counter的那个 你会有这个PresentState 和NextState 好 那接下来就 你要怎么做设计 就要看你采用哪一种的 DV法 哪一种的V法 那如果你是D Type的话 那这个Q Plus的部分 这个就是你的D的这个值的部分 D的值的部分 好 那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这个 NextState的这个部分 要怎么去推 怎么去推 好 那前面我们看到的 比较简单 当然是D Type的部分 那我们来看一下 T Type的这个部分 好 T Type的部分 我们在前面推的时候 前面推的时候 我们是直接用 呃 真指表的这个方式去 去推 好 就是这个 我们是直接 直接这样子一个一个 这样子去 去推好 比对你的PresentState的值 和NextState的值 然后 得到他的V法的这个 输入的值 应该涨得掉 好 好 这个是我们前面的这个做法 那这样做法 也写起来有点 啰嗦 不是很方便 不是很方便 有没有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 呃做法 有没有简单一点的做法 好 那简单一点做法就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最终是要 把它 用这个 Condument来做这个化解 我们可以 可不可以直接在这个Condument上面 就可以直接得到我们要的这个 结果 直接得到我们要的结果 好 那如果要直接得到我们要的这个结果的话 直接得到我们要的结果的话 那 那我们等于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 你现在的State Q 然后你的NextState Q Plus 你要得到 接下来的NextState Q Plus的时候 你的T 输入的值 应该要给什么值 我们要推出这个东西出来 要把这个东西把它给推出来 把它推倒出来 好 那对 D Type而言 Q Plus 跟D 就是同一件事情 那对T呢 好 对T呢 那我们知道 T Free Fire T Free Fire 你如果两个是一样的时候 你这里 所以 目前的值是0 然后接下来也是0的话 那你的T 就是给0就可以 那两个不一样的时候 就要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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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两个不一样的时候 就要给1 两个一样的时候 要给0 好 两个一样的时候要给0 好 所以 这个就是T Type的一个行为 T Type的一个行为 好 那 那这样子一个行为 那这个表呢 这样子一个表就叫做 所谓的Ecitation Table 我们后面还会看到这个名字 我们只是先 先把这个名字先跟我讲 那所谓的Ecitation 这个就是 这是很术语的讲法 这个其实就是输入了 所谓的Ecitation就是输入 好 就是 你对应 你要产生 产生 接下来的Nestate的Q的值的时候 你的输入的值 应该要是什么值 好 所以这个叫Ecitation 那事实上就是输入 就是你的T的 你的FIFA的输入的这个部分 好 那 好 那这个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我们的那个Sequence的那个 State Table的这个部分 好 State Table的部分 好 那我们要 我们要来去推 直接 直接在Country Map上面推出来 直接在Country Map上面推出来 好 那这个要怎么做 这要怎么做 好 那我们用这一页来 跟各位仔细讲一下 我们针对C的这个部分 TC的部分 稍微跟各位讲一下 好 那首先我们 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的 这个Ecitation Table 看一下这个Ecitation Table 好 那这个有没有什么规则性 我们稍微看一下它的规则性 基本上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分成 Q为0的这一半的这个部分 你会发现Q为0的时候 Q为0的时候 你的T的值呢 T的值跟你的NextState 01 这两个是不是一样 就一样 好 明明是一样 好 我们的那个Country Map 如果你直接写 就是照那个D Free Fire直接写 我们就会直接把它填过来 我们先讲一下 如果你照这个写过来的话 这边是 E Don't Care 00 好 所以写过来就会是E Don't Care 00 好 这个是照 照直接D Type的写过来 那也就是你的Q的 Q Plus的这个部分 直接写过来会长成这样 直接长成 然后 E的部分 这边就是E Don't Care Don't Care 0 所以你写过来这边 就可以是E Don't Care Don't Care 0 所以 所以这个是直接这样写过来 好 那我们要把这样子写过来的这个值呢 我们要再把它换成T的这个部分 再把它换成T的部分 所以 所以我们根据 这边我们可以整理出一个规则 Q为0的时候 然后基本上 我就 你的T的值 就等于你的 现在的Q Plus的值 好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Carno Map 呢 可以把它分成两半 把它分成两半 一个是 呃 这边的这个Q 如果我们针对 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个C而已 这个Q的部分就是你的C 那你的这个Q Plus的部分 就是你的C Plus 就是这个C Plus 就C Plus 好 那C为0的时候是什么 C为0的在哪里 C为0在这边 也就是我们这边看到的这个 绿色的这一半 C为0的这一半 那C为0的这一半 我们刚看到C为0的时候 也就是Q为0的时候 你的T的值就等于你的Q Plus Q Plus的值 也就是你就直接把 这边为0的这一半的值 就直接复制过去 就可以 就直接把它复制过去 就可以 那直接复制过来 这边就会变成是 E Don't Care 00 0的这一半 就直接复制过来 那1的这一半呢 1的这一半 Q为1的这一半 你可以看到 值会变成什么 T的值刚好跟你的Q Plus的值 怎么样 相反 相反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直接看真值表的时候 我们就是把 1的部分变成是0 0的部分变成是1 然后Don't Care的部分就不动 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得到 这个 0 Don't Care 1 Don't Care 好 那这一个就是 我们要的这个 做T的这个 真值表的这个部分 你就直接根据这个 直接改这个Condormat就可以得到 好 就可以得到 就比前面的那个 做法怎么样 要更简单一点 就更简单一点 好 所以这个是 T 的部分 好 T的部分 可以这样子来 来做 好 这样来做 好 没有问题 好 各位应该简单讲一下 我们的这个规则你可以看到 0的这一半 0的时候 你的T的值就跟你的 Q plus的值是一样 所以我们就把 因为是一样的 我们就把 0的这一半的 就直接复制过来就可以了 所以这边是 1 Don't Care 0 0 就复制过来 1 Don't Care 0 0 复制过来 然后1这一半的时候 你的T的值 会跟你的Q plus的值 刚好是相反过来 所以0会变成1 1会变成0 所以我们就把 这边的1 变成是0 这边的0 变成是1 然后Don't Care的部分 不变 Don't Care的部分 不变 这样做过来 好 那这一个就是 你的TC的这个部分 所以 你就可以直接 从这个 C plus的这一个 直接把它转换过来 那这样就 我们就直接在那个 Connect上面 直接操作 直接操作 那这样做起来 就比较简单 就比较简单 那如果你觉得 前面的方法 你比较喜欢的话 你当然也可以用前面的方法 那这边我们就是讲 另外一个方法 这样子 那这个是C的这个部分 C的这个部分 好 有没有问题 所以它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规整 很简单的规整 好 那我们反而回过头来看 刚刚我们讲的是C的这个 部分 C的部分 那如果是你要做B的这个部分的时候 B的部分的时候 那基本上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那只是说在做B的这个时候 我们一样要把它分出 B为0的那一半 跟B为1的那一半 那B为0的那一半在哪里呢 所以B为0的那一半 B在这里 B为0的这一半在这里 B为0在这里 所以等于是 这这4个是B为0的这一半 那另外这4个是B为1的这一半 所以 所以 不同变数的0的那一半 和1的那一半是不一样 所以各位在画的时候 就要稍微比较注意一点 就稍微注意一点 所以 C的01的部分在这里 那B的01的部分在这里 那这个一定要分清楚 不然你在画 画这个Counter Map 去推倒的时候 这边一定会出错 这边要特别注意 那A为0的这一半在哪里 我们可以看一下 A为0在这里 A为0在这个地方 还有在这里 所以 它为0的是这上下 上下这4个 那中间的这个是A为1的这一半 所以 所以这个在做的时候 你一定要 要搞清楚 因为我们这边在 在做这个规则的时候 我们是以它为0和1的 这两半去做一个区分 所以你一定要分清楚 到底是哪一个部分 是属于0或1的这个状况 这样套的时候才不会套错 所以这个是稍微要比较 注意一点的小细节 那如果这个细节 你各位搞清楚的话 那剩下的部分就 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问题 这样 所以这样子就可以直接从 所以这样子就可以直接从 这一个 nestate的这个值 套用我们刚刚的excitation table 就可以转成这个 TATB和TC的这个部分 可以转过来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那整个画出来 根据前面的这个逻辑 画出来 就会变成这样 就变成这样 那各位在画的时候 你不需要把这个 这边的输出的这个A的值 还再把它拉回来 因为这个拉回来 你在画的时候 就会画得乱七八糟 就其实也不是很好看 那助教在改那个作业和考证的时候 大家也会看得眼花凉乱 就不建议各位再把它拉回来 你就直接这边写这个ABC就可以了 那如果BAR的部分 BAR的部分就可以省略了 那个inverter不一定要画 就直接写个BAR就可以了 那写起来比较简单一点 大概意识有到就可以了 好 所以这边各位在写的时候 稍微注意一下 这样子 好 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子的一个电路 它的timing diagram的这个部分 会怎么样子变化 变化 那这是一个native edge trigger的部分 所以native edge trigger的部分 就是我们在看值的时候 我们一定是看你的clock 在复原的这个地方 0变成1的这个点 0变成1的这个点 那对呃 这个而言 它的这个ABC的这个值的这个变化 ABC值的这个变化 基本上 你知道它的state graph 是长成这样子的时候 它的值的变化就很简单 就非常非常的简单 因为对这个电路 对这个timing而言 因为它没有额外的输入 所以我们就它基本上就直接照着这个state graph走就可以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是000 000在这里 所以接下来它会变成什么 你直接看state graph state graph 接下来它会变什么 会变100 会变100 所以接下来它就会变100 那100接下来会变什么 会变111 所以接下来会变100 所以它的timing图就 基本上就是照着 照着state graph走 就直接照着state graph走 那对应的TATBTC 你可以去根据你的这个 呃 ABC的这个值 去把它给推出来 把它推出来 好这样子 好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这个部分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个 呃 刚刚我们看到的这样子一个sequence 这样看到一个sequence 它基本上 呃 只有几个step 这边有1 2 3 4 5 只有5个step 5个step 但它事实上只有 有三个bit 那有三个bit的话 理论上你应该有2 3 4 8个 8种state 但是它只用到其中的5个state 只用到其中5个state 好 那只用到其中5个state的时候 只用到其中5个state的时候 那如果你一开始的state 也就是说你刚开始开机 刚才接近电源的时候 如果你的state 不在这5个里面的时候 它会怎么办 它会怎么变化 好 比如说你一开始的state是001 好 一开始的state是001 那001 接下来它会跳到哪里 001接下来会跳到哪里 好 那如果你不是001 你是这5个之一 好 你是这5个之一 我们刚看到 如果是这5个之一的话 它基本上就会沿着这个state graph就一直绕 就一直绕 沿着这个一直绕 就没有问题 但是你现在不在这5个state里面 因为8个里面你只用到5个 所以你有3个没有用到 那其中一个就是这个001没有用到 那所以这个001一开始是001的时候 那接下来会跳到哪里 这个我们有没有办法预测 可以算得出来 它的值会是多少 好值会多少 好那这个东西 要怎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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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所以你一开始的值是001 一开始的值是001 那我们刚刚的这个电路 刚刚的电路 有这些 TATBTC 你现在是001 是001 好 那 那这个001 就是你的这些TATBTC的什么 的输入的这个值 所以你就把这些 这个是ABC CBA CBA CBA是001 好 所以C是0 B是0 然后A是E A是E 好 好我们就把这一个 把它带进到你的 FIFA的输入进去 那你就会得到TA的这个部分呢 TA的部分 把这个带进去 这个是0 因为CB都是0 然后TB的这个部分 是 这边是CBA 所以这边就会变成E 这一项是E 然后后面的这一项 那后面这个是CBA BBA 那CBA BBA的话 那这一项也是E 所以TATBTC 是0 1 0 那我们 你一开始这里是什么 001 001 好 所以TA是0 好 TA是0 那TA是0的话 你现在是E 那TA是0 那接下来 的值会变什么 因为是0 你的输入是0 所以接下来的值 就不会变 对不对 好 所以接下来的A 会变成是 还是维持为E 还是维持为E 但是TB和TC 都是E TB和TC 都是E 代表 它会Taggle 也就是 会把原来 存的值 会怎么样 把它反向 原来值会生效 所以你原来的值是什么 原来值 B和C 都是00 所以BC的值 就会反向 会变成E 11 所以接下来 它就会跳到 111去 111去 那跳到111去的话 就会跳到哪里 就是我们的 111的state去 就跳过来 所以 所以这个是这样可以导过 那 简单来讲 简单来讲 虽然我们刚刚的操作 看起来有 有不少步骤 但是简单来讲 就是把你的 你现在 你这个 你这个 不在你的这个 state graph里面的 这个state的 这个 cb abc的这个值呢 把它带进你的 低FIFA的输入进去 把它带进去 然后你去算一下 然后得到你的 得到你的FIFA的 对应的输出 那 那这个对应的输出 就是你的这个state的 看有没有在你这个state里面 所以它就会 进到这边来 那在我们这个状况 当然它是 经过了一次之后 它就进到 就进到这里面来 那 那 有些状况它可能会 连续好几个 都不在这里面 但是可能会 经过好几个state之后 才会跳到这里面 这也是有可能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就是会遇到这种 don't care stage的时候 它可能就会 形成像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在我们的电路里面 通常就不太喜欢 遇到这种状况 为什么不太喜欢 遇到这种状况 因为这种状况等于 就是说 这种状况就是你一开始 它会怎么变化 事实上不在你的设计的 考虑之内 也就是说你的设计 其实没有设计的很完整 会出现这种 预期之外的情况 那我们一般在做 电路设计的时候 不太喜欢遇到这种 预料之外的情况 因为预料之外的情况 到底会产生什么 不良的后果 事实上是你无法预测 我们基本上要尽量避免 这样子的一个风险 尽量避免这样的风险 那所以要尽量避免 这样子的一个风险的话 也就是说 通常我们会在刚开机的时候 刚开机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个 reset的一个step 也就是 刚开机的时候 通常来讲 我们可能就会强迫它 一定到某一个step 比如说都到001这个step 因为001这个step 通常是一般在使用的时候 最常用的一个状态 也就是刚开机的时候 不管是什么情况 它都是先从001这个状态开始 不会让它是从一个乱速的一个状态 来启动 那这样子的话 所有事情 就会比较都在你的控制底下 不会像我们这边这样子的情况 你开始的时候 还不知道你的stay在哪里 你跳到001 根本不在你的stay wave里面 那这样子 后面的这个控制 其实就会变得很难去做一个注定 所以这个是一般在应用上面 会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来做 不会 那前面我们讲的是 t3bar的这个部分 那如果你有d3bar做起来 就会变成是这样 那d3bar的话 就不用特别去找它的excitation table 因为t3bar的那个 d3bar的这个 d的这个值 就是等于你的 next day的这个 a plus的这个 q plus的这个值 就直接用就可以 就会得到像这样子的一个电路图 那各位之后在画的时候 这种电路图画起来 就基本上就画这样就可以 你不需要特地把这边的a b c 再把它拉回来 拉回来这样子 搞得就一团混乱 一团混乱 就比较不太好处理 好 那 那 那 刚刚我们跟各位介绍了这个t3bar的这个viva之后 那 各位大概稍稍会有一点点概念说 它 这种不是d的这个状况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去推它的对应的这个viva的输入的情况 那 我们前面还讲了这个sr和jk 好 那我们进一步把刚刚在t3bar这边讲的这个 这个东西我们把它延伸到sr和jk的这个部分 好 那我们首先先跟各位回顾一下 这个是srviva的这个行为 也就是00的时候就不变 01 你的r为1的时候它就reset到0 s为1 set为1的时候值就会变成1 那11是不允许 那这个是srviva的这个真值表的这个部分 好 但是 对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个设计而言 那我们不是 不是要根据这个sr的这个输入得到它的nest stateviva的输出 好 我们现在是要反过来 是要反过来 也就是我们已经知道你的q 和接下来想要变的这个q plus的值 我们要反推 你这个时候应该s和r的值要给什么 好 就像我们前面在讲t3bar一样 你知道q和q plus我们要反推t的值应该要怎么给 好 那这件事情要怎么做 好 那我们就 把它 这个表重新整理一下 把这个表重新整理一下 那这个整理呢就是把它写成 写成这样 写成这样 有两个比整就只有四种情况 就是0000111011 这四种情况 好 那根据这四种情况你可以去 重新整理出它的s和r的这个值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你现在是00的时候 好 00的时候 那我们看一下00在哪里呢 好 在我们的sr表这边 这里是00 00的时候这里s和r它的值可能是00 好 那我们还有哪里是00呢 这里也是00 好 所以 所以它有可能是01 我有这样一组 好 那这样一组 这样代表什么意思 这样代表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q和q plus是00的组合的时候 那你的sr可能是00或01 那这样对起来你就会发现 s的这个部分呢 基本上它就都是0 s的部分都是0 那r的部分呢 它有可能是0或是1 那又是0又是1就代表什么 就所有的状况都被你都包起来了 就是代表这个是don't care don't care 所以这边就变don't care 所以这边r的部分就变don't care s的部分就是0 我们就可以把它简化成这样 好 简化成这样 好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 随便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比如说1,1的时候 1,1的时候 1,1的时候 那1,1的时候 1,1的时候 那你的sr这边就是00 1,1的时候 就是00 然后这边1,1是10 1,1是10 好,所以 那这样对起来你会发现这个 s的部分又有0又有1 就会变don't care 就变don't care 好,所以这边就变don't care 好,那这样子就可以把这个东西 整理起来 整理起来 好,那整理起来之后 这个表就叫做excitation table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部分 也就是 你知道Q 和接下来你想要变的Q plus的这个值 那我的输入 应该要怎么给 所以输入要怎么给 你要怎么 这个 激发你的FIFA 他会得到你要的Q的这个值 所以这个叫做excitation table 那也就是输入表要怎么给 好,那这个东西 看起来 这个就是01,0 don't care 然后这边是don't care,01 don't care 好,那 各位看到这边可能就觉得 好像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tmap的部分好像还稍微简单 到sr之后好像就变得比较复杂了 而且还两盘 还有两盘 好,那 这个东西其实并没有很复杂 我们稍微 看一下 它事实上有一点点小规则 有点小规则 好,我们先看0的这个 s的这个部分 s的部分 它是01,0 don't care 010,0 don't care 那 那 r的部分是don't care,01,0 那 基本上r的部分 等于就是 s的部分 从这个方向看过去 从后面看过去 从这样反向看过去 就会变成don't care,01,0 就是don't care,01,0 所以r的部分 刚好就是s的部分 你从另外一个方向看过去 就是r的部分 就是r的部分 所以s,r虽然它有两个 有两个这个输入 但是你基本上只要 gs的部分就可以 r的部分 刚好就是 从后面这边反方向看过去 就会得到 所以其实没有很复杂 其实没有很复杂 但是这个excitation table 基本上因为考试一定会考的 一定会出现 其实在大会考也都会出现 所以 这个表就是各位 可能要花一点点时间 稍微记一下 那其实没有很难记 等一下会 呃 花一点时间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东西怎么记 其实还蛮好记的 好 那所以我们得到了 这个srv法的 这个excitation table 得到这个excitation table 那我们就可以 来 套在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 这五个state的例子里面 好我们就可以去 推出它对应的sr的这个部分 那这边的推法有两种 有两种 我们刚刚前面 在介绍tv法的时候 有介绍过 有两种做法 那一个做法是你直接看 直接看你的这个 呃Q和Q plus 比如说我们就是找C和C plus 找C和C plus 我们就可以对出它的s和r 也就是sc和c的这个部分 好 比如说你现在是 01 好 01 那01的话 那对应的sr就是10 所以你就把它填过来 10 那这样就一个一个把它填起来 一个把它填起来 那 那这样子 这个 填起来之后 那这边 这每一个就是你的输出的这个部分 那你的增值表的输入的部分在 就是在这里 输入的部分在 那这边就是你的 这边后面这个就是输出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一共有六个输出 一共六个输出 所以你就会有六个canal map 那就可以化解出来 化解出来 所以这是 这是一种做法 这是我们前面介绍过的一种做法 那我们后面前面也介绍过另外一种做法 就是我们直接从canal map上面就直接 直接把它转换过来 转换过来 那这样会比较简单一点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把它转过来之后会怎么样 转过来之后会怎么样 好 那首先我们先把你原来的那个 Q plus的这个部分 的canal map 我们先把它写过来 那这个Q plus 我们先用C的这个来看 那我们刚看到 C的这个部分这里是E Don't Care 00 所以就把它写过来 写过来 这边就是 看到就是E Don't Care 00 就把它写过来 然后另外还有这个 后面这边是E Don't Care Don't Care 0 那一样把它写过来 E Don't Care Don't Care 0 好 就把它写过来 所以这个我们就把那个 刚的那个 部分把它写过来 就直接写在这个真值表上面 好 直接写在真值表上面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 跟刚我们的T Free Fire做的事情是一样 我们就把这个E Citation Table 把它搬出来 把这个E Citation Table搬出来 好 那搬出来之后 那一样 我们稍微把它做一下整理 做一下整理 那我们可以发现 针对S的这个部分 那一样我们可以分成 0的这一半跟1的这一半 分开来看 分开来看 你可以看到它事实上会有一些规则性 0的这一半 S的部分就跟你的Q bus是一样 所以0的这一部分 其实我们就不用动 就维持 你这边是E Don't Care 0 那我们就继续维持E Don't Care 0 就不用动 好 那1的这一半 Q为1的这一半 可以看到0不动 但是E会变成什么 E会变Don't Care E会变Don't Care 所以如果我们套在这个真指表上面的话 套在真指表上面的话 就会把1的部分会变成Don't Care 0的部分就会不变 那这样子换过来 这个就是这个SC的这个部分 所以就是SC的部分 好 所以SC的部分 就 实际上就是我们这边的这个 那 真的写起来是这样 那我们这边只是把这些0和 0的部分都没写 0的部分都没写 就这边 AC的部分 好 那这样就很简单 你就直接把你的这个C plus的部分 就直接换成你的 AC的这个部分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R的这个 R的这个部分 R的部分 那R的部分 一样我们也是分成 属于0的这一半跟属于1的这一半来看 那属于0的这一半 你会看到它会变成 0会变成Don't Care 然后 1会变成是0 1会变成是0 0会变成是Don't Care 0会变成Don't Care 然后1会变成是0 1会变成是0 就把它换掉 就把它换掉C 然后1的那一半呢 1的那一半 0会变成是1 1会变成是0 也就是反向 这边就是反向 好 所以1会变成是0 0会变成是1 那Don't Care的部分 就不要动它 Don't Care的部分 不会动 所以这个就是 这样换起来 这个就是属于R的这个部分 也就是RC的这个部分 RC的部分 那所以最后做 最后做起来的就是这个 所以只有这个为1 只有这个为1 这样子 其他这边都是Don't Care 那就可以做这个化解 好 那这个是直接 直接套在那个Carno Map上面 直接套在Carno Map上面 所以基本上 你如果把这个 Ecitation Table记住的话 就直接套用 直接套过来 就得到这个SC和RC 在这边套过去就可以了 好 有没有问题 那整个过程中 其实 比较花力气的就是 你要稍微记一下 这个Ecitation Table 那这个东西 你一旦记得 剩下就是 这个一样罢子 就是直接把它套进去 都可以 其实也没有什么难的 这个地方 好 那Ecitation Table 我们记得一下 我们会来跟各位讲 它其实上有一些小规则 这样有一些小规则 可以记一下 好 这个是 SR的这个 部分 只是各位在 这边在做的时候 就要比较注意 就是 我们这边讲的都是 像C的一半 0的这一半在这里 1的这一半在这里 但是如果你是要做B和A的时候 它的0的这一半 所在的位置跟C是不一样 所以这个是各位在做的时候 可能要特别注意的这个地方 那我想这个 各位写过几个作业之后 应该就会很清楚 这个部分是怎么变化的 那剩下的这个就 这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部分 其实都已经操作过了 所以这样子的话 就你可以把这个ABC Plus的这三个表 你就可以直接换得出六张表 每一个会有一个SR 每一个都会有SR 所以会得到六张表 那这六张CarnoMap的表 你就可以做化解 就会得到最后它的 逻辑的equation 然后得到它的 最后的电路图的样子 好 这样 这边我想我们就不用特别去细讲 我想各位应该 对这个中文蛮清楚 好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讲完了SR之后 接下来我们来讲JK 来讲JK 好 那一样JK的这个部分 我们也要去推出它的 excitation table的这个部分 那这边的推法 其实跟SR是一样 那我们也知道SR 其实跟JK 基本上是非常非常像的这个部分 只差在最后的这个部分 那SR是不允许两个都唯一 但是JK是允许两个都唯一的时候 它会是一个Targo的这个Drum 那这边在做的时候 我们一样 我们最后要推导的是 你的Q 知道Q的时候 然后你接下来的Q plus 的值 想要变成Q plus值的时候 你的JK应该要给什么值 我们要推的东西是这个 这个叫做excitation table 那推法是一样的 推法是一样 那我们一样简单的跟各位看一下 看一下 好 那那一样我们也就是会有 这Q和Q plus 这两个值 这两个值 两个bit 你就会有四个组合 你写出来 0000111011 这四种组合 这四种组合 那这四种组合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一样样来一个一个来对 一个来对 那比如说我们 来看01 01 01这个组合 01这个组合的话 在这边有 然后在这里也有 在这里也有 好 那如果是上面这一个的话 那就会对出10 会对出10 那如果是下面这一个 下面这个的话就会对出11 对出10 那一样你可以看到说 JK的部分 K的部分 这里又有0又有1 所以这边就会变成是 Don't Care 01的部分 这里就变Don't Care 这一项就没有 所以这边我们化解出来就变成是 E Don't Care 好 E Don't Care 好 所以其他的部分 其他的一样照这个去做化解 比如说我们再看一个10 10的这个部分 那10在这边有 然后在这里也有 那如果是 上面这个10的话就会是01 就会是01 那下面这个10的话就会是11 会是11 所以 所以J的部分呢 又是0又是1 这边又是0又是1 就会变Don't Care 我们就只剩下K的部分为1 这变成是Don't Care 1 好 所以照这样子的话 你就可以推出 它的Ecitation Table出来 好 那这样子的一个Ecitation Table呢 你会看到说 你会有两个JK的这个值 两个JK的值 那这边的两个JK的这个值呢 跟刚刚我们的这个SR一样 它一样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对称的形式 你可以看到J的值是01 Don't Care Don't Care Don't Care 那如果你从这个方向看过去 把它写过来的话 也就是等于K的这个部分 就是Don't Care Don't Care 10 跟SR是有同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J的部分是01 Don't Care Don't Care 然后你从这边看过去的时候 它就会刚好等于K的部分 就是Don't Care Don't Care 10 所以SR和JK在这两个部分 基本上是类似的一个情况 是一个类似的情况 有没有问题 关于这个Ecitation Table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回到我们刚刚的这个 那个五个State的这个Sequence 那五个那个State的Sequence的话 我们要用JK来做的时候 JK来做的时候 那一样我们有两种做法 一个就是你直接看 你的这个C和Cplus 然后得到它对应的JK JC和KC的这个值 比如说你的C的这个部分 这里是01 那01的话 我们对应到我们的Citation Table 它就是E Don't Care 所以你的JK的部分 就是给E Don't Care 所以你就照这样子 把这边的JK的值都把它填满 把它填满 那所以最后的这边 这六个JK的这个值 这个就是你的增值表的输出的这个部分 那增值表的输入的部分 就是你的目前的这个State 这边是你增值表的输入的部分 所以你有增值表的输入和输出的部分 你就可以做Condomable的画解 就可以得到最后的这个节目 所以这边跟我们前面讲的是一样的这个做法 那当然这样做你可能觉得太麻烦 所以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直接用套在这个 你的Condomable上面 这套在Condomable上面 那套在Condomable上面的时候 那我们也可以来观察一下 我们的这个 这个 JK的这个 Viva的这个部分 JK Viva的 Ecitation Table的部分 那你可以看到它事实上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规则 那这个规则通常我们 一样是分成0的这一半跟1的这一半 0的这一半和1的这一半 那我们先看J的这个部分 那J的这个部分 你可以看到J的这个值 基本上就等于Q的这个值 Q的值 也就是说0的这一半 0的这一半 其实我们就直接复制过去就可以了 所以它的 JC的这个值 JC为0的这个部分 这一半就维持 你这边是1Don't Care 0 我们就继续维持1Don't Care 0 就直接复制就可以 然后1的这一半呢 1的这一半 全部都是Don't Care 那就很简单 就都把这边全部变Don't Care就好 超简单 所以JK超简单的这个部分 JK超简单的部分 好 所以这个是J的这个部分 那这样子做起来 你就会得到 下面的这边的 得到JC的这个部分 得到JC的这个部分 这就刚刚我们看到的部分 好 那K的部分会变得怎么样呢 我们看一下K的部分 好 那K的部分 K的部分我们会看到 K为0的那一半的时候 它都是Don't Care 都是Don't Care 所以等于0的那一半 全部都变Don't Care 这边都变Don't Care 这边都变Don't Care 好 全部都变Don't Care 然后1的这一半 你会从0变成1 1变成0 也就是什么 反向 反向 所以1会变成是0 0会变成是1 好 所以这个对过来就是我们这边 这边下面画的这个KC的这个部分 这边就是KC的部分 好 所以这样子你就很容易很轻轻松松的 就得到了JC和KC的这个Connect 好 那得到这个Connect 剩下的事情就是 针对它去做发现就可以了 好 就得到你要的这个逻辑 好 有没有问题 我们这样超过几次之后 各位应该会觉得 诶 其实还蛮简单的 这里面其实 唯一会需要稍微动点脑筋的就是 这个Escitation Table 那不过Escitation Table 基本上也蛮好记的 等一下我们回来跟各位讲 怎么记这个东西 好 所以它最终做出来的电路 是长成这个样子 好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那这个部分我想各位做过几次作业之后 应该就会蛮熟练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我们讲的这些Escitation Table的部分 那我们的课本它有帮你整理出 像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出来 那这个东西 你如果去背这个表 你一定是背不起来 一定背不起来 那 所以你应该怎么做 你就直接根据这个来做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其实是蛮好记的 蛮好记的 那 首先 D Type的部分其实不用记 因为D的 D的值就等于Q的值 这两边是一样 D就跟Q是一样的 这两边是一样的 所以D是不用记的 D是不用记 好 那T Type呢 T Type T Type就只有 为1的时候它会反向 那其他是一样的 0的部分是一样 0的那一半是一样 1的部分会反向 Q为1的时候是 反向 0变1 1变0 是反向 的这个部分 好 那S R S R S R的部分 呃 刚我们讲过 R的部分其实就是S的部分 你从 反方向去 它看过去就是 R的这个部分 所以R的部分你不用记 你就只要看S的这个部分就好 S的部分就好 那S的部分 S的部分 其实 呃 它跟T事实上是很像 也就是0的部分是跟T是一样的 那只有在 1的这个部分 这边会变成是0 Don't Care 会变成是0 Don't Care 所以你只要记 这边会变成0 Don't Care就可以 0会变Don't Care 好 那JK的这个部分 那JK的部分 其实跟S R是 基本上是 差不多一样 那唯一的差别是在1的这个部分 那K你也不用记 你只要记J就可以 因为K的部分就是J 从反方向 这个方向 看过去 就会得到 是K 就K 这样 好 那 那J的这个部分 就是1的那一半 全部都变Don't Care 全部都变Don't Care 好 所以 所以这几个 你如果仔细看起来就是 主要就是都是差在Q的 Q为1的那一半 Q为1的那一半 的这个部分 Q为1的那一半 那Taggo的部分 Q为1的那一半就是反向 然后JK的部分就都是Don't Care 那S R的部分就是0 Don't Care 那0的那一半就都是维持不变 0的那一半都是维持不变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记大概就是这样 应该是还蛮好记的 所以 这个是Ecitation Table 怎么去记 怎么去记这个Ecitation Table 其实没有 没有什么太困难的这个部分 那我还是建议各位记一下 因为不太确定那个单位法 单位法好像不会给这个 所以请各位还是记一下 好,有没有问题 这没有什么难的地方 没有什么难的地方 那剩下的事情你就是 照这个表就套下去而已 所以它很简单 好 好 所以 呃 这边我想我们就 好,不用特别讲 不用特别讲 那如果照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部分 可以看一下 这边是我们The Next Step的这个部分 那D Type的部分 就直接拿这个来用 就不用改 每一个都拿来用 那T Type的这个 对T而言 对T而言 就是 只要看 1的这一半 1的这一半 把0变成1 1变成0 所以1变成0 0变成1 把它反过来 就会得到 这边是0 1 1 2 只要针对这一半去做可以 好 那 那S的这个部分 S的部分 你就是1的那一半 会变成是 0 0 会变成0 0 这是我们刚看到的部分 那1的部分事实上是直接复制 1的部分就直接复制 好 所以 会变成是 1会变 Don't Care 1会变Don't Care 1会变Don't Care 0不动 0不动 所以 所以这个就是S的这个部分 那R的部分 可以照着去退 好 然后JK的部分 JK的部分 其实是反而比较简单 JK的部分 那JK的这个部分 J的部分 它在E的部分 就都是Don't Care 都是Don't Care 都是Don't Care 所以 所以就把这边都变Don't Care 就可以 1的部分全部都变Don't Care 你看到 全部都是Don't Care 所以它有这样子一个 还蛮简单的一个规则 蛮简单的规则 那其实 各位套下去 其实就很容易可以做得到 好 那前面我们看到的都是 三个变数的 那你也可以把它变成是 四个变数的 那做四个变数的时候 当然你就要去区分说 它的0的那一半在什么地方 比如说 你0的那一半 Q为0的这一半在 在这里 是这边为0 所以 这一大半是0 0的这个部分 那另外一半 这边是1的这个部分 把它分清楚来 把它分清楚来 那分清楚来之后 你就可以套用 Ecitation Table 我们就是根据Q为0 或是1 这边来做一个区分 做区分 对T而言 只有1的这个部分要反过了 那0的部分就维持不动 维持不动 就 所以这个做起来 做起来就这样 我们就是把 1的这一半 0变成1 1变成0 所以这边 这里变成1 这里变成0 这里变成1 这里变成1 这里是0 这里是1 这里是0 那就会得到 我们旁边的这一个 旁边的这一个 State diagram的这个部分 好 那 那 SR的 这个部分 SR部分 那这边 你的这个Q2 Q2为0的 0的那一半 在这里 突出为0的 在这边 和这边 所以 在这边 要分清楚来 0的这一半在这里 那1的那一半在中间 1的那一半在中间 那 那我们知道对S而言 0的这一半是不动 那1的那一半会变成 1会变don't care 0是不动 所以 1会变don't care 1会变don't care 这里会变don't care 这里会变don't care 那剩下的部分是不动 所以就会得到 这个部分 这边是S的部分 那R的部分 刚好是另外一个方向 那一样可以去推错 这样 然后 最后这个是JK 好 这是JK 好 那JK 如果我们看Q Q3的这个部分 Q3部分 那Q3为0的部分 在这里 Q3为0的部分 就注意一下你的0的那一半在哪里 那基本上 对JK而言 那 对JA而言 那我们主要是改Q为1的那一半 也就是Q为1的那一半 这边全部都会变don't care 不管0,1全部都变don't care 0 所以 这个 做起来这边就是J3 J的这个部分 J的部分 所以你看到下面这一边 全部都是don't care 全部都是don't care 全部都是don't care 好这样 那所以我们第12单元就 就 就 到这边 讲完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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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